《靈墓碧畫》 說起《靈墓碧畫》 我們通常都會想起一些宗教內容 但今次來到城大 我們就可以看到一些更多元化和生活化的碧畫內容 可以了解一下唐代人在各個層面的生活面貌 透过重演壁画 我们看到这几位唐朝侍女打扮简约 另一位侍女就拿着托盘 似乎在侍奉着主人 这个展览盛世壁藏 生动仅以影像投射方式 将唐代灵墓壁画展现在观众眼前 毕竟藏身在暮月过了千年 暮月是很潮湿的 再加上它的材质是一些石灰 很碎的 而要揭取的时候 将一幅完整的毕画 例如它长大约七八米的毕画 将它割开成四五幅 分别揭取出来 但这次我们所谓用投影的技术 将那些毕画重新缝合在一起 其实这样才可以看到 原本那幅毕画的气势 他们还将毕画影像变成动画 我们希望赋予更多资讯 所以我们看到一些马球图 我们会告诉大家马球是怎样玩的 相传就是唐朝的特别是皇室的贵族皇帝 是好像冲打马球 他们是会有 好像现在我们的球类比赛 会有一至两个龙门 谁入得多球就谁赢 然后这个球杆 就好像我们现在打曲棍球那样 是那个顶的部分是彎的 一直其实只是存在文字的记录 直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开始做这些帝王尼姆发掘的时候 才发现这幅壁画 这幅画的出现才证实马球图 在唐朝的确是流行过的 这些壁画令我们更加了解史实 也都告诉我们 让我们知道 原来历史和我们想像中的唐朝 可以很不同 大家都觉得唐上风肥 唐朝的侍女 应该是 这个身形是应该比较丰满一点的 但壁画里面 原来又未必全部都是 在那个龚女图里面 有一位侍女的形象 是比较瘦削的 那个被人认为 就是千古第一美人叫陆梅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 更加全面一点的印象 还有一个十分有用的 一个考究性的一个资料 除了重组灵舞壁画 他们还邀请了本地画师曹志豪 和他的团队 用了长达九个月时间 繪製长安图 在展览里面更加以动画方式呈现 希望大观众就一趟盛世长安 圣堂就大概由唐太宗精冠之治 去到唐元宗开元圣世 如果我们看回中国历史 唐朝是比较特别的 在于其实我们没有的朝代 通常都将它划分成初、中、晚期 但独独唐朝就划分成了一个圣堂 那个围时就大概100年 绘制长安图资料搜集过程严谨 当中每一个人物都代表着 盛唐时期一个又一个故事 但我最想强调的就是 里面的人物是格外重要的 如果德国长安城是意义不大 有人物可以带出不同的故事 我们会画一些所谓不良人 不良人的意思 其实原来唐朝是做一个 那些步快的身份 所谓底是有些花的 因为他们熟悉 这些不法人士的出入 或者他们的底势 要所谓竹炒就事半功倍了 所以唐朝是十分聪明的 找回一些这样的人 去捉回那些这样的人 在同一个展览场馆里面 同时还有文物展天朝风华 和壁画内容互相呼应 大家就可以更加全面了解 盛唐时期了 在文物那边我们看到有些 瓷器的了手所谓 其实是源自外国那种金属的了手 中国那些工艺就是 拿了这个设计回来 原本是金属的 我就放在瓷器里面 即是和外国之间文物既是一种文化的较量 亦都是一种互相的吸纳 从而提升自己的艺术成就 当时为什么唐朝可以营造到的城市 是和统治者的那个 胸怀气量很有关系 即是责善而从 很有崇优的一种气量在 所以令到它的 无论政治上或者文化上 都去绝藏成长 壁画上面就反映回当时的现象 然后巨像的特征就是那些文物 文物展我们就看得多了 但通常都是一些以技艺 又或者是时代作为主题的展览 今次香港艺术馆 就会带我们以色彩去欣赏文物 我们现在就一起去看一下 今次我们的展览名叫做 Hashtag 物色 馆藏 文物 的 色彩 美 学 你看到为什么有一个 hashtag 那么有趣呢 其实我们在构思展览的时候 常常都很想将高雅的艺术 能够和观众拉近距离 所以我们就想借着这个展览 去探讨一下古代人 用颜色的选择上面 究竟有什么去影响它 以及有什么文化意义呢 又例如可能有些规矩例制 就令到平民不可以选择某些颜色 那些颜色可能是皇家专用的颜色 等等 所以我们就会选了几个历史人物 出来做我们的KOL 带观众去在这个展览游走 去了解不同颜色选择的背景 举一些例子 例如我刚才说皇家 其实在明和清两代 黄色已经是平民禁用的了 因为选用了皇家的 专用的颜色 尤其是乾隆的时候 他很懂得做一些规章礼制 他就做了一个图文并茂的一个规矩 规定黄色只可以黄色用的 我们的展览里面 你会见到一些陶瓷器 他都有一些特别的规矩 最高级别是皇太后 皇上和皇后 他们用的器物 入面和外面都是黄色 整件器物都是黄色 如果比较低一级 例如是皇贵妃 他就会用一些 入面是白色 外面是黄色的器物 不同朝代的君王 对颜色有不同喜好 再看前一个朝代 明代的永乐皇帝 就很喜欢他的白色 他的甜白色 其实也有一个秘密 因为他有部分的甜白色 是非常薄的 普通人就这样 在普通灯光底下 看到的就是一个很漂亮的白色 但如果你就近一些灯光 就会见到他里面是有暗花的 在展览里面的南区 我们就可以见到 很难得一见的羽瑶青池 他又好像雨过天青的天青色 正正合上宋徽宗的心意 其实羽瑶的器物 全世不过一百件 香港很庆幸有一件 也是在我们的馆床里面 羽瑶其实烧了 那个时间非常短 大概只有二十年 所以之后因为战乱 所以就停销了 所以它是非常珍贵 古代中国的青色是色系的统青 它既可以是繁盛草木的绿色 亦都可以是万里程空的蓝色 所以蓝绿色调的文物 都可以在这区找到 而在秦朝的时候 秦始皇就因为天命信仰上的考虑 选择了传统文化上熟水的黑色 作为代表国家的颜色 漆气在秦朝的时候 是不是已经有 其实也是 因为最初的时候 战国的时间 漆气已经是有的了 而在展览里面最早期的文物 就是黑图 这个黑图杯 是新石器时代的产物 除了君王 在官场上也有带领颜色风潮的人物 虹区我们选择了代表人物 就是朗亭极 在晚清的时候 将一种红色 用它的名字来灌名 叫做狼瑶红 也叫做牛血红 其实他们当时很想 仿销明代一只 失传了一百年的有色 叫做宝石红 就是当时明代孙德的制红油 在康熙的时候 终于都能够仿销这种 用铜来发色的红油 所以就是一个 好像一个潮流 一个风相 是那个时代 一个新的发明的游饰 看下这一区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马蹄刑柜 因为我们做这个展览的时候 有一位很好的床家 就知道我们这个题目 就觉得很吸引 他就将它拥有的那些单色油池 差不多全数都捐赠给我们 那里有百多件 其中有一部分 就是这个红油器 就是我们在展场里面 看到就是一个 马蹄刑柜里面的 那一组红色油的瓶 其实这样的展览方式 可以让大家看到 不同的红色 它互相比较的时候 可以知道 那个红色有什么分别 不同的颜色 在文物上 亦都有一些 不同的文化意义 我们每一个展区 不同的颜色的展区 都选了一幅 当代艺术作品 其实颜色这件事 好像一个国际语言 不同颜色 在不同的时空 都有不同的文化意义 而在这个时空 当代艺术作品 就成为了代表了 这些旧区 走近一些旧区的时候 就会特别容易 发现到 香港城市景观的变法 当代水墨艺术家 韩雁亭 就以他的作品 表达对保育的想法 下星期 我们就去认识一下他 想重温今集节目 除了我们的网页之外 还可以用手机 透过我们的 友善新闻APP 看回